我们这里看一下Film IPEC的最后的几个编组的效果 首先看一下弹跳过度的这方面 首先看一下第一个 这方面的效果呢 趋向于简单的运动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画面我们可以选中 进入到它的参数 主要呢是通过曲线镜控制 我们不用做过多的修改 这边还是对它的一些弹跳的频率和振幅 加上运动模糊进行一些设置 所以你的频率加高的话 我们把它的曲线变得很趋 这时候你的这个振动感会更明显 这是它的频率 然后中间呢有几种方式 比如说弹跳或者是贝赛尔 贝赛尔比较的平滑 弹跳的话呢是运动效果 那当然默认的是超越 然后下边频率振幅你可以去设置一下 然后它的衰减的时间都可以去设置 包括勾选防止下冲 做一些细节的微调 然后角度的控制 包括它背面反向的一个控制 所以正反面都进行跳动的话 频率会感觉更闪一点 然后还有旋转的这个设置 你如果设到五次 它就是五下 所以这效果比较的复杂 然后这边运动模糊可以开启 或者是关闭 这边的深度呢就是后边旋转的一个角度 一个扭曲的程度 这个是我们的3D方块 然后3D翻转 3D翻转也是左到右的一个比较类似于PR默认的这个3D立体翻转 但是它的这个好处就是你有一些更多的可控性的曲线 那这边我们看到参数呢基本上还是比较相似 然后下边还是这些弹性的设置 加上它的弹跳的设置 你可以让它弹的多一点 起始的速度包括它的弹性的设置 然后角度的设置 然后它的这个反面的这个速度 反方向的这个速度 设置它的这个旋转次数 包括摆动的这个频率 你可以将这个参数设得非常多非常复杂 翻起来呢就会完全的半照默认的参数 然后这个C推动 从上往下进推动 这个还是比较实用的 中间还是通过曲线进行控制 这边呢有它的弹性 初始的速度角度加上运动模糊 当然这个效果呢还有一个修剪 我们看一下修剪上下左右加上语画 所以在它弹的时候你可以去修剪某一个画面 比如我在修剪的时候 我底部呢也再修剪一点 加点语画 那这个时候画面就变成了一小部分 所以根据需求的进行调整 然后弹簧 同样的也是一个弹性的这种过渡 那么在弹的时候 选重弹 你可以在这个图像中 我们看到依然是调整和之前相似的这些参数 但是在这个效果中呢 它会有一个做放的宽度 你可以去调整 包括它的圆点 你可以改变它的位置 如果在中心的话呢 弹性就没那么大了 然后下一个拉动 所以这个聚焦的这个效果 我们选中 可以看一下它的参数 同样和之前的是一样的 区别就是这边呢 有一个高度的控制 我们在这边调整这个高度 可以看到它的远近 然后AB画面的溶解 其他的参数呢 和前面都是一样的 适当的调整 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冲击的变化 你也可以修改这个曲线的类型 包括频率和振幅的类型 让它的这个频率 振幅呢 有不同的变化 然后下一个 这个效果也是类似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参数呢 基本上也是比较的相似 所以这是两个比较相似的效果 这边我们就不对它做过多调整了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自旋 这个和前边呢 我们看到的某一个效果呢 相似 这边也可以看到 它的控制点呢 是有一些曲线 同样这边有频率振幅衰减 然后是它的旋转的角度 加上它的这个反向 然后移动 溶解和运动模糊 你可以让它大一点 A B画面溶解的范围 进行一些调整 那么这一组比较容易理解 然后下边它还有一个运动补肩 这个效果呢 需要呢 我们自己呢 去定义一下 默认呢 我们看到就像是这个溶解一样 选中这个效果 运动补肩呢 我们看到有这个 缓入缓出 运动 移动 角度 旋转 xyz 加上运动 模糊 我们不用去调这些参数 因为它在上边有一些预设 你只需要调整 不同的预设 比如我选择一个预设 直接可以看到它的变化 它相当于说是一些 运动组的集合 我们只要切换 中间的某一个预设 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变化 然后再看一下这一组 我们每选择一个预设 它会自动的在下边 为我们设置不同的参数 这样子呢 你可以根据这个参数 再去做一些修改 可以看一下这个变化 每个预设呢 都会调整下边的参数 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呢 基于这个参数呢 再去做一些控制 包括调整 所以这边我们就不对它 做过多的设置了 这个运动组件很容易理解 最后还有一个溶解 这个溶解和PR默认的 交叉溶解呢 是非常相似的 那么PR默认的溶解 交叉溶解 这个等于说 比它要更强大一点 所以我们看到相同的这种溶解效果 但是这边呢 会提供给你一个关于曲线的一个控制 我们看到这个线段呢 非常平滑的一个过渡 那我在这边还可以改成胶片溶解 所以运算方式呢 稍微有点不同 但是结果都是特别平滑的 这是我们看到 对溶解的一些控制 同时我们也看到 在这个Fill Map Pack中 所有的效果呢 都是简单易用 而且呢 功能力也是特别的强大